HELLO,大家好,我是黃莉,Danny Hi,大家好,我是Emily,聶帆格 那今天呢,我們來到就是我們的兩個一起開的這家店 這家店是在中正區的廈門街,在一家古蹟裡 這個古蹟呢,以前是一個警察局 當初進來的時候,這家店是 就是一個很舊,有點類似像鬼屋的感覺 對,很可怕 對,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 我們的紅磚啊,我們的這些東西 就是原始的 所以它以前好像都已經七八十年了,這樣子 怎麼來的是,有一天我在坐車的時候 我正好要去大同區,經過了這家店 覺得這家店很漂亮,然後就問一下說 人家可不可以拿下這家店 它本來是一個在營業的店 沒有,就是本來是一個破爛店 是一個什麼都不是,就是一個大樓 然後是沒有人要的 因為畢竟它是古蹟 所以古蹟它會有很多規定 對,然後我們很多東西 像也許我們要把一些地方打掉啊 不能吧?不行 牆壁可以打洞是不是? 不行 打洞要先問,格局要是原來的 甚至我們要裝一些東西 像這些東西,我們都需要先問過政府 可不可以 所以後來就拖得比較久一點 我們一樓的餐廳這塊也拖了快半年了 對 真正的裝潢是兩三個月吧對不對 對 但是一直拖一直拖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應該就是 把這個磚然後弄到原始的這樣子 我們裝潢大概費用發了多少錢? 費用嗎? 你比較清楚 好像有五、六百 五百 對 沒有,含設備啦 對 這個店真的會嗎? 嗯...不能說便宜啦 正常 我們想法是 我們本來就可以去大安區、新一區開一家店 但為什麼不能把新一區、大安區帶到廈門街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主要是讓這邊的鄰居知道 這個店其實也是為了他們 這個我聽鄰居講說 以前就是好像空了很久 這個大樓 那空了很久 他們後來也有跟我們說 謝謝 讓我們把它翻新 變成比較漂亮一點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 ABC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不會對這個區很知道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有想過這件事情 我有發現說 其實台灣人的薪水不是說很高 可能跟一些幕後的人啊 或是跟我一些朋友的 就是聊一下天 他們不是說不想要去吃好的地方 可是因為台灣很多地方 那好的地方都是非常貴的 都是米其林 可是以薪水跟比例來說 這個會有很大的負擔 畢竟我們都在台灣做事 怎麼樣回饋給國家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做一個比較漂亮的地方 價錢也是便宜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享受這件事情 這個普及上的維護會有影響嗎 這個一定會有麻煩的啊 因為 因為我們可能不能抽菸 一定不能抽菸的 這個假如有人要 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抽菸 對 我們未來就是方向是開三到五家店 然後我們就以後就是可以自己代理自己的紅白球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們說 你是餐廳還是你是BAR 那我們都說我們不是餐廳或是BAR 我們是可以餐廳或是BAR 所以其實這個公司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所以白天做咖啡 晚上有賣餐 但是我們也有進自己的紅白球 那菜的部分你們有什麼 你覺得跟一般的餐桌館比較不一樣的想法 其實這個事情我們常常會跟很多朋友跟客人說 就是 你說我們是全台灣最好吃最好吃的意大利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的 借人見資啦 大家都會不一樣的想法 不過我們主要想做的是一個經驗 就是客人來這邊可以吃到 就是很fresh的意大利菜 然後價格就是可以接受 其實我們的pasta 然後我們的pizza 就是跟麵有關係的 跟豆有關係的 都是手工去做的 我們沒有在用機器這件事情 沒有人嫌菜色太少 因為看美女好像不是很大 你知道嗎 就還沒有人這樣搞 我可以說很多餐廳就是菜單 只有一兩個都是真的好吃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我們這個 我們整個菜單 但因為你們品項也沒有很多 有可能 有可能是會這樣 但是一定要這樣 就是做到每一樣菜 你會自己想要每天吃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其實選擇不多 但是至少每個選擇都是大家可以 很喜歡的 而且我們繼續開分店的話 我們每個菜單會不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吃到不同的東西 對 如果三家店賣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就沒有什麼 就不好玩了 可是很多人都有跟我講 然後我相信也有就是跟他講 都跟我們講這件事情說 這個時間開這個東西 你真的確定嗎 你要想清楚 對 你不要在那裡瘋瘋的 想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說 每天人都是要吃東西的 而且現在大家也不能出國 對啊 所以你要吃好的一大一層 就來這邊 對啊 吧 notre家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